香港是一塊福地 但是為什麼香港人的法律指數 在全亞洲幾乎爆尾? 究竟我們欠了什麼呢? 就是欠我們這班新牌大長 我願意請法官閣下 容許我講一講 香港的房屋政策問題 辯方律師 我建議你對香港政府施政有意見的話 不如去電視台 講清講楚那裡,有段時間說 對不起,法官閣下 如果我們新一代的律師 再這樣不帶腦上法庭 香港的前景很值得我們優惠 你們做律師的經常都說法治 法治可以當飯吃嗎? 陽光和空氣可以當飯吃嗎? 法治就是我們的陽光和空氣 我覺得香港的律師說很專業 其實不是見人說人話 見公說官話 我們之間什麼都有 就是無妨礙和不同意 我們做大狀的就像花的士一樣 雖然不可以拒載 但是明知那刻殺了人 就跟他打下去 是過了我們做大律師的道德底線 香港人最值得驕傲的是法治 作為大律師 有責任去捍衛、去監察 確保這個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受到維護和尊重 市錦碧,法官閣下 華香 維芬 感谢观看